刚才我在这个生活组啊,有看到这么一个帖子,这个网友问了 相亲真的是这样吗? 人真的愿意跟没有什么感情的人在一起? 只是说条件合适就走向婚姻吗? 我是觉得呢,对于男人来说呀,不管是相亲还是自由恋爱,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什么呢?对绝大多数男的来说呀,老婆孩子都只是她完整人生的基本配置 跟谁结婚生孩子,她都不会吃亏上当的 她只等着哪个女人呢,来吃她的亏上她的当而已 是谁都可以,她需要的只是什么呢? 哪个女人能让她吃的越多,她越喜欢哪个女人 哪个女人吃的越少,当她有选择的时候 她就有更多的选择,她会选择能够让被她吃的更多的那个女人 谁接受她呀,就是不管是哪个女的接受她 其实都是吃她的亏,上她的当的工具人 男的本质啊,就是人尽可负,多多益善 这个男性的真操道德观呢,是用来控制女性的 他们自己并不受控制 之所以什么婚后不再出去玩女人搞破鞋啊 那是因为他们婚前啊,搞破鞋搞腻了,心累了 或者说呢,发现呢,女人呢,所需求的大多数,绝大多数 所需求的,跟她这个需求的,匹配不了 啊,给不到她的这个需求 只有她目前呢,能抓得住的这个老婆 正好匹配了她的需求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公公那种 年轻时的公交车,老破鞋啊 到处招风引蝶,卖弄风骚 就看哪个女人肯背她玩,背她吃,背她睡 据她的那个感觉啊,她不承认她个人的 这个啪啪啪 她只承认啊,是她未婚 非婚生的女儿跟她那个女儿的妈妈啪啪啪了 死活她也不承认,但是我看她那一次啊 应该是啊,她在这段啊 这段稳定的同居关系中啊 去玩弄睡的片泡的 这个女孩子多的是,应该是 因为呢,她是靠着走街 串向这种农村的二溜子啊 学会了拉手风琴呢 她就靠着拉手风琴呢 撩拨啊,这些姑娘们进城啊 或者是走街串村呢 啊,然后呢,这个姑娘们呢 被她睡倒 都会很快发现啊 她是个吃人不吐骨头 诡计多丹的农村穷男人 那就会啊,最多啊 最傻的也就是被她骗泡而已 但是呢,人家也不肯被她吸血 那基本上就发现她这个本质是什么样的 都会啊,头也不回地气她而去 气之如臂机 就没有一个姑娘说被她骗泡了 还有肯被她吸血的 啊,本来姑娘呢 是指望着呢,就说被她骗泡了 能够从她身上啊,能够 获得什么医生的归族啊 这个长期的饭票啊 她不仅不给这个姑娘长期的饭票 反正呢,她希望那姑娘能当她长期的饭票 就以她那个小矮子啊 一个老男人 她就诡计多端的,穷男人就是这样的 只有我婆婆啊,她是一个缺爹缺到缺心眼的 这么一个傻子 像我婆婆呢,她这个爹为什么死得到 因为她爹死在了前苏联的战场上 因为随着德国纳粹啊,去参军啊 她爹啊,是那个捷克的得意 然后就死在了,前苏联战场不就都是冻死的吗 我这个婆婆呢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婆婆呢,从小缺爹啊 然后她又被这个捷克的政府 跟着她这个寡妇妈啊,颠沛流离 就被赶,赶到了德国的境内 在德国境内呢 你这个孤儿寡母,人家那当然会欺负你啊 觉得你好欺负呀 你都是两个母女,两个,那太好欺负了 到底是具体发生了什么经历,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从我婆婆的 这种缺心眼的这种表现来说 我觉得她的这个经历不会太好 然后我这婆婆呢 就遇到了这种这个老破鞋 我这个公公这个老破鞋啊 就是勾引她啊 什么装着什么暖男呢 什么圣诞夜啊 就是马路求爱啊 上海的这种桥段呢 然后我这婆婆呢 哎呦,可有人保护她了 能够免费乘车了 这个车还不是我公公的 是我公公所就职单位的 开着单位的车去招招摇撞骗 然后我这婆婆呢 就就上套了啊 她就风心大了 那你早恋啊 你18岁你懂个屁啊 你你连脑子都没长出来呢 可以说她连三观世界三观还没有呢 她就没有三观 她根本就没有一个形状 她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子偶观呢 她应该找个什么样的人啊 根本就没有概念知道吧 她完全没有想法 哎,就有这么一个男的来追她 别的男的都不追她 人家一看啊 你没爹啊 又是个大胖丫头 长得在这个白人来说 就很一般很一般 一般的不能在一般 就那个大胖丫头 然后又没爹啊 又不怎么富有 就城里的贫穷姑娘 男的多失恋呢 别的男的都没有这么 就像这个男的这么装男的 这一套来追她 可能呢还揪她小辫子啊 还踹她几脚啊 吐她口水啊 这样欺负她羞辱她 说不定啊 她就觉得 哎呦,这个男人与众不同 嗯,这个男人成熟有魅力 啊,就这样的 你被她骗胖了 啊,就是骗了骗 然后才告诉她 她在乡下有这么私生女啊 啊,这个我这婆婆还傻呢 你说这个时候 你就严等着要吸血你吗 让你这一辈子啊 就就绑定你们 就是她要她要给她乡下的女儿 因为法院判决 给她乡下的女儿 要一笔抚养费每月啊 就是不是说她要给 而是政府啊 就直接强制性化走 从她的公司单里直接化走 就这样呢 你说你还不跑吗 你被只是被骗了一个炮 就被你被一辈子又骗胖又吸血 啊,强的多吧 哎,她不跑 所以她就这一辈子就被她套牢了啊 对于她来说 对我这公公来说啊 这老婆是谁都无所谓 只要肯被她一个一毛不拔 拎屌入住的 这种农村进城的民工吸血啊 谁就是好女人 能被她夸上天啊 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 她能把我婆婆240斤的身材 我婆婆也就1米6啊 多说了1米6 她把我婆婆240多斤的这种身材啊 吹成了羊柳细腰的大美女 你说她妈我是眼睛 我是瞎子吗 你把你年轻 你们年轻的时候照片给我看 然后你吹她是羊柳细腰的大美女 你说我是瞎了吗 我能信吗 就这样睁眼说下 我公公就是这种 就全能性自恋的这种人啊 就是说话一点都不可观 她完全是凭她自己的需求 满足我的需求 顺我者昌,你我者亡 你这个比如说她那个女儿的妈妈 她那私生女的妈妈 因为她搞破鞋 逆着她跟她吵 就在她嘴里就一文不知 偶尔跟她叫 狗屁不是 就把这人骂的狗血临头的 而我这婆婆就被她吹成一朵话 因为我婆婆 让她满足了她的吸血 她拎屌柳柳一毛不拔的这个需求 我这个公公啊 是完全靠着拎屌柳柳了我婆婆和 我老公老外婆 也就是我老公公的岳母的城里的房子 才能从农村进城后 有一个投靠之处的 否则她这人生啊 就是一个公公号 她也就是个民工 她一辈子都是一个丧甲狗 然后呢 我这个老公公啊 就拼命的给我吹啊 说她这个婚前尽管是风流倜傥 婚后手伸如玉 不再搞破截不玩女人了 其实啊 我觉得呀 我给她分析啊 她不用这么吹 她只是说清楚她自己最需要的 不是说骗炮啊 就那点性资 性资源的价值 我谢玉的那点爽 她需要的呢 是女人的钱包 哎呦 公她吸血 她钱很少的 她赚钱她赚 比如说啊 她赚800 我婆婆赚1200 然后她又要拿出六七六 就是她拿回家只能拿回600块 然后呢 她又200要给画给就是她的那个私生女 那她 你说我婆婆拿回家 1200 她拿回家600 可不她就是在吃我婆婆 哎 既然呢 就是全世界呀 就是除了我婆婆一个大傻子 其他任何一个女人 哪怕是被她不小心骗老婆的女人 都不肯让她吸血 那呢 她就绑定我婆婆的一个傻子 吸血呀 只有我婆婆满足了她的终极需求 就是我什么 马洛斯有什么人的地底需求吗 对我公公说 骗泡 那点泡的价值不如钱 实在 其他女人还想说 你既然睡了我 那你就得养我 对吧 大多数正常女人都是这个思路 是吧 只有我婆婆 她觉得 哎呦 有个男人来保护我来陪伴我 我不孤独了 我估计计料的人生 终于有人陪着了 她觉得她还不是那么惨 她觉得 当然她也经常的矛盾 自相矛盾 她觉得自己吃亏 看看别的人 人人就是吃老公的 喝老公的 睡老公的 用老公的 住老公的 她呢 还要拿钱 替老公 她也觉得自己吃亏 但是呢 她又舍不得 终于有人陪着她了 她就渴望的 就抓牢这个男人 这就是我婆婆这种很矛盾 然后她呢 这个人她是不具备什么反思啊 什么悟性啊 去去去去 通过现象找规律 她不具备这个功能 我这个婆婆 她是小学老师 她的文化程度她没到 她知识体系也没到这个程度 而且她那个年代也没什么女权思维 她就一直不知道她自己啊 吃亏在哪 怎么这么痛苦 怎么这么不开心 她就 就是马上 她就天天的这个情绪不好 她还跟这个公公吵架 最后呢 她就因为情绪不好 她就内蜂蜜失调了 失调失调啊 慢慢的就 就抑郁成疾吧 反正她就 就吃的很少 但很胖 长到200多斤 1.6的身高 你听到200多斤 然后她就得了乳腺炎 然后又乳腺癌什么的 反正她 她这个人呢 就是稀里糊的 66岁就死了 我还没见过婆婆 据我老公说啊 她这个 她这个妈呀 也是事儿挺多的啊 特别喜欢管人 就管着她 她就感觉很不自由 当然我跟她是没有婆媳矛盾 因为我都没见过她 我就想我这个公公 我是跟她这矛盾 我真的是 真的是没办法忍太 我就没看过有这么极端啊 这么弱势 这么全能自恋的 这样的男人啊 这种 我真的是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真是开了眼了 就像我公公那种啊 就是说别的女人说 哎想靠着老公啊 就是说我跟你结婚呢 你就得养我 像我公公是不肯的 我公公啊 那么吝啬 贪婪鬼祭多端 她为什么她说 她有了这么一个乡下的姑娘 跟她同居 她住到人家乡下姑娘的家里去 拎掉入住了 然后跟人家同居 还不断的去找 找其他女人 她在寻找啊 就是说你能够给她更多好处的女人 找不到啊 她在不断寻找 她要从农村进城 她不该在农村呆着 她就又要吃城里的女人 终于被她吃到 她就不断的试探 试谁都无所谓 对男人来说啊 谁上当了啊 她都说谁的 谁就是她的真爱 我公还跟我吹一个真爱呀 Lieber啊 好意思Lieber Oh 我的天 我真的被她恶心的天天 我一想到 她到底已经死了 我还在被她恶心的 就是说我这个公公她想的是什么呢 她不说就是像古典男权那样 就是说女人啊 在家做家务 然后我男主外 我赚钱养家 她不是 她什么呢 她要拎掉入住 她要吃女人 她是这种想法 就这种矮子心里啊 就是歪惑特别多 我一看这个男人特别矮 就出奇的矮的话 我基本上就特别警惕 因为这种男人呢 是百分之百的 诡计多端 贪婪 会捉